今天來到 鳥取沙丘 這個 Camping Car的營地 它有一個市集 如果你只駕駛私家車來玩也可以 駕駛露營車來玩也可以 駕駛私家車是屋子可以租 駕駛露營車就這樣可以住 看看這裏 新鮮的蔬果 先看看我最愛的西瓜 這裏便宜了 1800日圓一隻 120日圓有爪 還有一些 番薯 日本番薯 這些叫做山藥 其實我們叫做淮山 這裏 這裏有間烏冬 可以吃 其實你駕駛露營車來 你可以不煮飯 因為這裏也有食物 這裏有少少像遠歸 少少像遠歸普通的感覺 然後呢 就走去 這個 租去木屋的中心 這裏有五個 有五間木屋的 不過這裏很快會爆 有五間木屋的 不過這裏很快會爆 有不同的位置 可以進來查詢的 這裏有些爪子 可以租 這裏有些垃圾 這裏有些垃圾 很厲害 這裏有些垃圾 這就是重要的 如果駕駛露營車來 這裏有個洗澡淋浴的 賣200日圓 以及後面有個廁所 有水有電同梳洗 現在沒有人了,大家參觀一下 這些淋浴間 放入200日圓 就可以洗澡 不錯 有些人問,為何車沒有廁所? 是沒有廁所 這麼小的車怎麼會有廁所? 而且有廁所會臭的 誰清理? 所以我們那輛露營車是沒有廁所的 還有沒有浴室 只有一個升盤 如果煮完飯洗完菜 都要拿一個桶去外面賭 現在正在建的高架橋 這裡就是山林 我們現在先走到露營車 今天很熱 很有思議 這裡 很有思議 不知道多少錢一間? 還未問 這些屋子 只有五間 都很搶手 都很搶手 一號屋 二號屋 先看看 一號屋子 這些屋子住整個星期 很快 很快 好熱啊 穿過他們的帳篷 我們看看 這裡是吃飯的地方 當然不少有一個洗手間 這裡就是吃飯的地方 這裡就是廁所 最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是有個氣致牆 即是倒垃圾 灰 然後 走到車子裡 如果這些木屋 租約每天7000多日圓 你當作8000日圓 即是大概 8654日圓 即是五個水一日 鬆一點 五個水一日 我們那些 停車有水有電供應 那些 4800日圓一日 大概是200多元至300元港幣 一個晚上 24小時 其實挺划算的 回到車子裡 介紹完 那裏可以給200日圓洗澡 以及洗手間 以及有不同的菜市場 以及有飯店吃飯 解決這些日常問題 接下來來到這裡 如果你是駕私家車的 你就可以訂購這些木屋 它就有空調 你就可以駕私家車來這裡 感受一下露營車 如果像我這樣駕駛這輛露營車過來 我一個人在這裡燒烤 有桌子 有椅子 有椅子 這裡其實可以住整個星期 因為第一 就是有水電供應 這裡 就有個電插充電 然後就可以在車子這裡充電 現在我的車已經沒有電 大家看看 這裡已經沒有電 所以現在有排充電 好 看看有客車的地方 也有充電 然後看水源 我們有這些桶 這些桶要裝水 還有一個廢水 還有一個新鮮水 還有一個廢水 廢水的那些也可以倒在這裡 這裡有很多位置 自己可以選擇一個漂亮位置來拍 自己可以選擇一個漂亮位置來拍 我今晚就會在這裡曬 今天是人在野 人在野 就感受一下一個露營的生活 後面有BBQ 這裡好像去了原子森林 這裡是避世的 先介紹一下露營車 有些朋友想我介紹 首先駕路營車是要靠車廂 駕駛了引擎 就像你平時開車 駕駛冷氣一樣 它用這個引擎的發電機 是駕駛的 駕駛雪種 所以你不可以24小時開 好像現在這樣 要靠風扇 它是沒有冷氣的 所以冬天或秋天是比較適合 夏天我今早6點多 就熱醒了 因為我睡在這個棚頂 很吸熱 所以它的冷氣 晚上就是吹風扇 冬天是比較適合 然後這條桿 剛才我都被這條桿考慮 這條桿可以旋轉 這裡有一個扣 一拆下來可以旋轉 一扒下來 這條桿可以拉起 然後旋轉下來 然後變成一個站 或者如果情況不許可 這條桿可以打斜撐都可以 這裡有一個按鈕 它那些東西很適合 很細心 這裡有一個可以 可以可以 有一個新縮房 在這裡轉轉轉轉轉轉 搞搞搞搞搞搞搞 還可以爬上車頂 不過車頂沒有什麼作為 這裡轉 那麽 那麽 介紹回 在露營車生活 我現在的位置 我會把這個位置置頂 大家如果下次來 可以懂得駕駛駛 這間車或露營車都正確 這個位置 在鳥取 這個沙丘 這裡有水電 泊車 這下正 還有就是 你可以靠近一點 洗手間和市集 但你會說 不是 我想像前面那些 前面那些 搭了大帳篷 搭了大帳篷 這裡有一些木屋 如果你是駕駛駛 就放在木屋的旁邊 它是很好的 有水電 有號碼 這裏 有多少個位置 我可以給大家看 你可能會擔心 會不會爆棚 露營車應該不會太多 首先你看看這裏 這裏有45個位置 有水有電供應 這裏有45個 那裏你看到 後面有很多大帳篷 這裏就是 日本距離 大阪市中心 大概是三個半至四個小時 這裏就是有日本沙漠之稱 的鳥取沙丘 有駱駝 有滑翔山 這裏有很多東西玩的 這裏 這裏是不錯的 沒有太多人 還有大自然的氣息 可以減到壓 我這裏就今晚曬一晚 露營車 開頭感覺不錯 但是夏天是不行的 因為夏天晚上 很熱的 解決不了這個 溫度的問題 很難繼續玩下去 先看一看 有個大黃蜂去了我的車 這裏就可以 剛才買的大黃蜂 你這裏可以關掉 就不讓大黃蜂進入 然後 進來這車廂 進來這車廂 我昨晚就在這裏曬了 今天先報到這裏 好了 有機會大家如果自己上來鳥取沙丘 可以自己開車來這個營地 地址我就置頂 裏面小冊子就已經講完馬 什麼都有了 洗衣 洗澡 買東西 吃飯 如果大家怕的 就去便利店買好東西 也有些距離 例如你去騎駱駝 或者你去溫泉 距離幾多分鐘 都寫得很清楚 日本追尋21世紀遊閒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酒井發指 歡迎大家來日本 旅居置業 享受高品質生活 大家好 近日好消息 香港的防疫政策 縮短酒店隔離時間 現在回大陸都很方便 所以今天介紹 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樓盤就順了 35萬人民幣可以做業主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Yanny Yanny 這個星期日我們會介紹一些特別的東西給大家 沒錯 今天星期日我們會介紹中山北部的海鴨繽紛城 司徒先生 聽說這個樓盤交通非常方便 旁邊就是輕軌站 是的 我們香港人最喜歡的方便 這個樓盤位於南投輕軌站 可以非常方便 幾個站 三個站可以搭到廣州南站 然後再轉去深圳北站 再搭高鐵回香港 非常方便 交通非常方便 打風下雨也不怕 是的 最適合我們香港人 而另外 司徒先生這個樓盤好像38平方非常划 什麼價錢 38平方 你想想不到 35萬左右便可以買到 35萬多次 35萬 非常吸引 最重要的是大精裝修 是的 最重要的是包精裝 另外 司徒先生好像這個樓盤也有些收租精選 是嗎 發見商特別在第八棟某些層上 就做了一個連帶精裝修 傢俬電器 什麼都包了 還可以和你租還反租 租金方面大概有4厘左右 很吸引 這個真的是收租精選 如果想收租的朋友 記得這星期日來我們公司聽說 是的 我們的地址是廣東道332號地下 華記正能量網紅基地 下面就是我們WhatsApp報名以線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WhatsApp我們 做現場觀眾 到時見 到時見 拜拜